成功永远属于你 周传令 一位在青岛创业的34岁男性 现在是一名跨境电商 主要的销售平台是亚马逊 法国和巴西的本土平台也稍有涉猎 相较于名字 他更喜欢别人叫他亮仔 你为什么喜欢别人叫你亮仔呢 因为之前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喊少周 后来工作宣传了就喊周老师 我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东西 就太客气了 后来去了深圳之后 然后他们就喊亮仔亮仔 我看这些挺好的 有点调感在里面 但是总算没那么正式 亮仔的家距离公司 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 他和妻子彦卿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门 但是因为今天彦卿要去医院进行产检 所以他们要更早一点出门才可以 我一般不坐的 我一般都在地上 我以前也不坐的 我现在都不行了 我们也可以休息的 你会早上睡觉吗 我不会 我一般 我一般坐在旁边的时候 我都不睡觉了 就是我感觉要帮他看一下 或者怎么样子了 放心 为了接送彦卿上下班 亮仔在彦卿公司旁的共享办公空间 租了一个办公位 一个月1000块钱的租金 500块钱的停车费 固定支出每月1500块钱 因为亮仔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所以他只租一个办公位就足够 像公司成员多的 还可以租这种办公室 我一般就是 先打开这个邮箱 它有没有重要的邮件 这邮件一般会是谁给你发 就四方才发 会发什么内容呢 你发你今天 就是每一单的配送情况 然后退货情况 然后我再会打开 就后台看一看 看看这顶单情况 这个是美国的 美国日本断货了 所以说零零星的出单 我现在主要是做亚马逊 北美欧洲 欧洲就是德国和法国 意大利 然后还有就是巴西的本土平台 还有就是那个法国的本土 我现在主要卖的就是毛巾架 毛巾架会卖比较多一点 还有就是卖预警架 挂预警的 还有就是纸巾架 就是厕所里边放到卷纸的 因为这东西就比较日常 出货量比较大 利润大概能占多少 利润的话就大概10% 比如说一个毛巾架卖10美金 我可能一个可能就赚1美金 或者1.2美金 也不会特别多 那你一年的利润大概有多少 一年就有三五十万 也没有特别多 因为亚马逊有很多那个 就那个你无法控制的那些点 比如说退货率 那你是怎么想到来做亚马逊的 我是13年毕业 今天是学习的 因为下学的时候 就常给外交拍一些视频 自己也剪一剪 所以对视频就很有兴趣 后来工作的时候 就尝试一下 又比那边要专门公司 结果那边装好需要的人就去了 干了三家办了四年晚 然后那时候基本上 对拍摄剪辑就很了解了 会比较辛苦 然后那时候 我哥哥是做外贸的 他就建议我说 要不就实际上个贸易 春节的时候 然后我哥哥说 深圳有个品学 有三个月 就对你听系统 那个亚马逊的培训 然后就去深圳了 在深圳带着三个月 那三个月还挺好 那三个月基本上就是 上午学下午试操 那三个月也认识了很多 做亚马逊的卖家 就也开拓了自己的眼睛 然后从深圳回来之后 就上班开始做亚马逊 就是记得经验 一直到19年底 我自己出来还要自己做 你为什么要转行呢 你做视频 做剪辑 做包装的话 就是一个活 加一个活 加一个活 去赚钱的 但是你做贸易的话 就是一乘一 一乘二 二乘三乘四 就是会有积累的 就是越做 它越大 然后还有客户评价 就每当你看到客户 给你写好评的时候 甚至在视频好评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就是非常欣慰吧 觉得自己是被认可的 就这就是做贸易的 一个幸福时刻 十点钟 亮仔准备出发去宜家了 像我除了在网上 看这些产品之外 我还会去什么估计量品 去宜家去看那些产品 就贷多少钱 然后再去亚马逊 搜一搜手产品 大概买多少钱 就大概知道 那个利润吧 在几楼啊 那二楼 看一进来 这个 这个 卖多少钱 卖多少钱 7块9块钱 不然大家应该是在 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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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块左右 像这种 这种购物的话 其实可以卖 这种购物的话 这种购物的成本上很低 30块钱是5个 这个法拉藤 出厂的话 就顶多1块5个 那这个卖到亚马逊 大概能卖多少钱 这个也卖很便宜 就卖10美金左右了 如果再卷的话 能卷到7,8美金 那比如说卖个这个的话 你能挣多少钱 可能也就赚5,6块钱 或10块钱 就这个成本很低 一个就1块钱 2块钱 然后一次发4,500个 换2,300个 就700块钱成本 这种也很小 这么一箱可以放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个非常合适 做亚马逊的品 非常合适 你入门做亚马逊 对于靓仔来说 宜家就像是他的乐园 他几乎没两三天 就会来一趟 自己一逛就是大半天 乐死不疲 对于这次 终于有人和他同行 他好像也很兴奋 一路上不停地 给我讲解各种内容 就这个箱子的话 它的包装 是用多口语言的 我当时 我那个产品包装 就根据宜家这个设计 就有什么英文 韩语 还有什么德语 法语 然后我这种证明 就这么做 包括下半天这些标志 大家给我灵感 这是啥 这是拖板 叫拖板 拖板 把它可以拧起来 它的包装 就非常 非常好的 就节省那个运费 对于亚马逊卖家来说 扁平化是他们 对于包装的追求 他们希望厂家的包装 越简单 越省空间越好 因为包装占定面积越小 它能装的货就越多 运费也就越合适 这些省钱小妙招 都是亮仔在年复一年的 精英中积累出来的 你在创业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呢 就创我12块9毛9 它创我12块9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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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半钱15块钱 这次来一家 亮仔看中了双头刷 他觉得成本低 体积小可以尝试 不过还需要仔细研究 现在亮仔要赶紧 去仓库发货了 他今天约了 国际物流公司 要发180件新品 还有一千件毛巾架 到亚马逊进行补货 一般要往亚马逊 发的话 就是你的发货的技巧 是什么 技巧就是 常常多次 不要一次发太多 为什么呢 容易造成那种鱼 就卖得越快 亚马逊给你的鱼鱼 就越多 那你每次基本上 就发多少 算是一个差不多的量 亚马逊和国内的京东平台 有些类似 它需要卖家先将货物 囤到亚马逊的仓库 顾客购买之后 由亚马逊统一发货 保证出货的效率 但是店铺货物的选品和运营 都还是由卖家们自己来管理 你好 发达达里园 承阳 18件货 你又刷那个九花冲冲冲就好了 九花冲冲冲 九花冲冲冲 就看着货发走了 你就放心了是吧 对就放心了 然后每次发完货 都心里边都能踏实一点 发货之前是很简单的 因为老师大学会出错误 有时候一件细节啊 比如说欧洲超过15公斤 要贴个那个多人搬运的那个标志 你知道美国就不需要贴 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所有的那个环节都需要找那些老卖家去确认 就担心有一点的错误之后 就会损失很多钱 还记得你第一年做 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是个什么样状态吗 那个时候就是 基本上就是睁眼就赔钱 睁眼就赔钱 广告费非常多 然后订单很少 然后自己的运营也不成熟 就是每天都是两点多钟睡 早上四点半就行 就是非常焦虑 那种状态大概持续了这一年一年多吧 不过后来随着这个生意慢慢变好 然后这种焦虑情绪慢慢就下去了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 说想要进入亚马逊电商 快捷电商这种领域的 这种年轻人 你会给他一些什么建议 比如说你想做亚马逊 你先准备好二三十万 然后这二三十万 如果说投进去 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就去做 其他方面就是你要有产品 就是你的确有独特有自己的那种选品的那种灵感 就是或者说或者说你们家自己有产品在做 然后你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事就是你熬出来了就赚钱了 这一天的接触下来 亮仔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做亚马逊你要熬 熬出来就好了 我今天从早上五点跟到晚上五点 亮仔几乎就没有停过 从选品到包装到发货 每一步他都要亲里亲为 我们看他现在似乎经营的还不错 但其中的繁琐复杂辛苦 怕是只有做了才能真正体会到 每个创业者都不容易 他们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尊敬